生孩子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到底多大 女性很烦结婚 因为一结婚就一个人还要要生孩子 生孩子就涉及到孩子谁带 女性先天的觉得 这么女的样子多带 男的先天也这么觉得 我就挣起来比较 可是现在女性 屁都跑 然而生完才是一切痛苦的开始 孩子在刚开始生下来的半年到一年当中 是要吃不入 两到三个小时孩子会喝一瓶 每天晚上 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妈妈 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的 喂奶的频率是这样 九点半要先喂一次 两个小时 十一点半喂一次 一点半喂一次 三点半喂一次 五点半喂一次 七点半喂一次上班 喂一次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喂晚上还要花半个小时 把它睡着 所以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是 两小时醒一次 醒一次一小时 代价真是现实又扎心 它会影响挣钱 挣钱是需要时间的 挣钱是需要精力的 挣钱是需要你投入的 生完一个孩子之后 在接下来一到两年的时间当中 这一对年轻妈妈的挣钱能力 会得到非常大的削弱 我根本没有提花钱和开支 连断奶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张欣义小心翼地提出 进食断奶 OK吗 OK 婆婆却依旧有点想法 你是想出去工作了 还是觉得喝人奶喝 我想说我也可以出去工作了吧 我觉得我 宝宝要是有奶吃肯定更好 你是想出去工作了 我觉得我宝宝要是有奶吃肯定更好 幸好袁洪及时站出来维护老婆 有奶吃也不能一直吃 一六个月以后 这母乳没什么营养了 就要慢慢的放奶粉了 但孩子应该还是 母书为主的生育 肯定得换进来 老婆一个人在家里 这个家里就失去肯定 基本上下场就一个离婚女 产后复出的汤雷 被雷佳因吐槽到委屈落泪 受表上说 我演激动的戏 在时候泡河厕所 你这挺好 你挺像样的 你能不能把身体疯过 不是 你都会一会儿也哭了吧 我干嘛哭 不是这个剪 不会很出动你吗 你们俩要一定要让我哭 旁边主持人建议他去安慰一下事 不适于吧 你不要去安慰一下吗 我安慰啥呀 不玩就回来了吗 在很多人眼里 母乳跟母爱花等号 最大的长辈会说 你这奶奶 你奶给我孙女啊 哎呀我以前啊 你看我生死的啊 我这奶都二都喂不完 你若问你一个妈妈说 你认得多久 然后这个妈妈 我就喂一个月 然后另外这个妈妈 就说 哎呀就喂一个月啊 我都喂了 哎呦大半年了吧 我现在还喂着 母乳并不等于母爱 这件事情 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没钱到底 应不应该生孩子 张三明说出现阶段大多数 结婚的原因 为什么要结婚 我一个人挺好的 结了婚 我要去照顾两个家庭 我的事业怎么办 如果我结了婚以后 丈夫对我不好 我生了小孩 我身材变不好了 或者是我生了小孩以后 我的工作不行了 那她还会继续爱我吗 所以我身边很多女生 都选择不结婚 这段话 道出了多少女性的心声 女性很烦结婚 因为一结婚就一个人 还要生孩子 生孩子就涉及到孩子谁 女性先天的觉得 这么女的样子多待一点 男的先天也这么觉得 我去挣钱你带 可是现在女性 我这么钱一样多 我也要上班了 我晚上还要给孩子喂奶 那我第二天 当不是故事 什么时候我们终于 有一个有一套 全新的体系分配 告诉大家 在爱情当中 男的先天还 就是什么女的应该不知道 婚姻当中应该怎么样 处理两者之间的责任和义务 被封首尔这段话拎命了 为什么女性 直到走到离婚的时候 会担心孩子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现实中 她一直办的离婚的爸爸 他们做得不好 在离婚之后刚开始 他们的丈夫还给钱养孩子 到后来他们有了家庭以后 就开始拖欠这个生活费 所以当我们女性 在面对婚姻的时候 我会为了我的孩子 把这些都想明白 我真的见过很多的母亲 真的为了孩子 在婚姻中妥协 真的牺牲了自己 但是等到孩子长大以后 她绝对不会被理解 很多人都说 这是你的选择 你为什么不洒脱一点 你为什么不选择 真的是这样